宋银见祭处八日外 魏见祭轮内迁八脉 伴上柱子 这个叫做 八个字 极见外围之 一母生生 生母 五十个日母为命延起 外境中为颂淫 经步法十二分教五外 其实谁可借成说 书圣法 是为成为大自在之时 能说种种明言之法 为教性明言之时 言辞如何 言辞借之 事成半识 为无以成就 最圣词之时 事为事无外 解得自在之时 宋银 能受用五甘露六味 以借境分 流降坚固于喉轮 能受用外境的 世间六味 宋银 宋银 成凡因等 为精华为精华之阿智 由中脉 到上身之喉 喉 喉轮 作为命延时 外境中 外境中 得能月至他耳 及五眼镜等六十妙音 及十六妙音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到那六地以上的菩萨 他这里面首先谈到祭伦 谈到祭伦 那么 所谓的 咒阴的法 那个咒日 提到 这里面提到很多的咒日 在道国里面有提到 很多的咒日 我们称为 这个凡因的这个咒日 是一种法的谈成 法的谈成 成为法的谈成 你像那个金刚萨斗 百日明 他每一次 放那个金刚萨斗 百日明的 我们在念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咒日 全部在那边转 转出来 金刚萨斗 百日明 这个道理 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三段法声呢 也就是先观想 日轮夜轮 然后中间有个 本尊的咒日 再由咒日再旋转 再出现本尊 三段法声就是 先出现日轮夜轮 再出现咒日 在咒日旋转 再出现本尊 就是由咒日 再献出本尊的意思 献出上师 本尊 父法 跟诸尊 全部这样子是显现 这样子显现的 那么这个咒日 如果在祭轮 就代表着 卖的半 象征的卖 卖的半 都会产生法力的 六地以上的福尚 都会产生 法力的 这里面所讲的